大家好,网球老梁,咱们今天继续学习The Inner Game of Tennis 之前我们已经学了第一章,第一章就是提出这本书的问题 然后开始进行第二章,开始他要开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西方人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呢,喜欢什么呢? 首先定义概念,然后提出假设,然后进行推理论证,最后是验证 这个书同样,我觉得他们这个方法其实值得我们平时学习的 作者呢,就讲到说,他对The Art of Relaxed Concentration 他对这个放松的专制,这么艺术的理解的突破来源于什么呢? 来源于他天天看的,其实天天看这个现象,就是什么呢? 就是球员或者他学员在比赛的时候,总是喜欢自言自语 比如说,come on,come on,我们知道美国那个女运动员柯丽斯 她是come on姐,她总是给自己加油 还有的人呢,又会说,打什么垃圾啊 今天打得跟狗屎一样,也有自我自己否定自己,自己批判自己的 那么他拿去问这些球员的时候说,你们在场上刚才能和谁说话? 球员说,当然是I'm talking to myself 我当然在和自己说话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说以前这个作者他觉得我问都是废话 但是呢,由于他现在在琢磨的inner game这个事儿,他就 往下,往下就想,他就没让他这放过 他想,因为对话一定是发生在两个主体之间嘛 I和 myself 但是呢,一般人都会认为I和 myself是一回事儿 但他就没有放过 他说,不应该是这样 因为如果说他,如果他是一回事儿,他们俩之间不应该有对话 然后他提出一个假设天体,假设 他说,也许呢,给发出指令的 知道该干什么的,知道要去干什么的 那个是CF1,自我意 另外一个负责执行的呢 负责依靠本能去执行的那个呢 是CF2 然后他就提出一个很重要假设 就是,实际上你想把脑子里的意识 指令转化为想要的行动的时候呢 实际上就是,你需要自我一和自我二的一种协调和关系 也就是说,只有自我一和自我二他们的协调越融洽 你脑子里的东西越能够变成行动 如果是他们的关系不融洽 你脑子里想的和你自己行为 那就很可能就差距很大 这个假设是否挺有意思的 和我们平时中国人,我们平时生活中想法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我们早上知道早起 但是呢,我们醒了以后我们起不来 比方说我们知道今天,我想今天下午 我该去锻炼了 但是我有个总有借口,我没去 我知道今天晚上我应该早睡了 我最近已经挺困的,设计不好 但是呢,我一玩起来,我又不想早睡 等等现象 但是我们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会认为说,这是我一直不坚定 是我不够自律,对吗? 这种定义好像也没问题 但是这种定义对解决这个问题 你会发现没有帮助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种定义,实际上就是一种作否定嘛 因为我自己懒 我自己一直都不够坚定 我自己那个不上进 当你这个自我否定了以后 你还有什么动力去提高呢? 因为你总是不断作否定,对吗? 然后,但同时这种否定的时候 内心中又有一种不甘 什么不甘呢? 我知道该怎么,我知道该怎么干 我并不是不知道啊 我只是做不到啊 这是不是就一笔糊涂让了 那这个事情就很可能一直混乱下去 但是作者这个方法就很好 他把什么呢? 他把脑子里分成两个自我 自我一呢,就是意识 他是有个清晰的指令的 他是知道的 问题出在呢? 问题出在自我二 是自我二没有执行自我一的指令 为什么没执行呢? 可能他俩关系不好 所以说导致了自我二 要么是不执行 要么是逆反 要么是打折扣执行 这个假设我觉得就挺有意思 至少说 当你把这个事情背后的责任 分清楚了以后 以及他们这种运行机制 大概有个假设 假设清楚了以后呢 是不是就第一 有助于理解啊 第二 也有助于解决啊 好 他这个理论到底成不成立 以及解决好不好 我们以后再看 看看他后面是怎么说的 然后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 这种运行机制造成不成立 这种运行机制造成不成立